等一下 已經打了 已經在播號了嗎 先不要播 先不要播 我看有沒有那個對焦 Yo what's up guys 我們這一集是第二集的Q&A 上一集呢 我們在Instagram直播上面 找了一些 回復了一些問題 然後我們都直接是用電話的方式 所以你看過上一集的話 你會知道說這一集的 進行模式是怎麼樣 那我們現在已經開始 Instagram的直播了 那我們現在 目前來說好像只有一個電話而已 只有一個人留下他的電話 所以沒有關係 我們今天的時間沒有很多 那我們就看可能回個兩三個問題 然後結束今天的Q&A 那我們就開始直接 播今天的第一支電話 反正這一次的話呢 電話裡面的問題 我會重複一次 這樣的話你可以 比較清楚的聽到 到底是問題是什麼 然後我希望電風扇應該不會收到贏吧 不然我這邊超越了 喂 喂 哈囉 嘿 What's up Ray 你好 嗨 你好 來吧 直接問你問題 很喜歡你 蛤 可以說你很久了 很喜歡你 很支持你這樣 謝謝你 謝謝你 那你今天的問題是什麼 我可以幫你回答 OK 那我目前是大學生大師 蛤 蛤 目前大學生大師這樣子 蛤 對 蛤 然後學生比較大的一困擾就是 呃 就是學生通常比較窮一點吧 蛤 對 那我可能在每天 蛤 我可能在每天 去的那個 熱量上面 沒辦法到達自己的那個熱量 因為學生關係 可能沒辦法吃那麼多東西 蛤 蛤 對那我想讓自己變 就是 可能手臂變粗壯一點 啊同時 我又不想讓自己的體質變那麼高 那我可 我應該要不錯 嗯 如果是在學生方面的話 你的 你的問題是說 因為學生目前 伙食費的方面 沒辦法 花這麼多錢 在食物上面 對不對 但同時 你又想要兼顧你的飲食 你希望 補充最多的養分 營養 然後讓你的 身體的線條更好看 或是手臂更粗大一點 對吧 對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呢 我覺得可以聯想到 像我之前當兵的時候 其實我在當兵的時候呢 在食物上面 攝取是非常有限 那 我那個時候 蛋白質的補充來源 沒有辦法 就只能從乳清來 所以我會建議你 如果你還沒有買乳清的話呢 可能 以你目前的處境來說 乳清會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因為你必須要靠乳清補充你 大量蛋白質來源 這是第一個嘛 那 其他的話呢 其實說實在的 台灣的食物不會 應該不會算是很貴 跟其他的地方比起來 那 如果你今天是 以蒸雞的角度來說的話 其實你攝取的食物的選擇 其實是非常非常多的 那尤其你現在還是學生 我覺得如果 你也是 如果你剛開始訓練的話 我會非常推薦的就是 先 以 將你的肌肉量 上升為主 如果你今天體脂沒有過高的話 那麼 以這樣的情況下的話 其實你的食物選擇 相對的就比較多 那 可能在外面吃的時候 你就要 稍微試著去估算 盡量不要讓你的熱量一次超過太多 了解 對 OK OK 這樣有懷刀的問題嗎 有 有 OK 很好 那還有什麼其他問題 還有想問 就是 我去健身房 算是蠻 就是蠻頻繁的 就會都每天都會固定去健身房 這樣 那 那在 關於訓練 訓練上面的時間的話 我不確定有沒有達到自己的 就是 標準 就是 有需要到那天訓練那樣要到完全體驗嗎 需要到就是 我已經到 就是 鋼鋼已經插到最輕了 然後 做到最後 最後技術已經最輕了 然後 都做不重要的 一切這樣 對 我懂 如果 OK 你的問題是說 你不知道今天做訓練 你今天花這些時間 或是 你這樣做的訓練 是不是足夠 你的肌肉增長 對不對 對 對 你應該要想說 OK 你先看一下你自己每一周 大概多少時間可以上健身房 那 如果假設說你一周可以去個 四到五天的話 以四到五天的訓練時間 每一周其實非常足夠的 那接下來你就要看比較細微的東西 像是說 你這五天你要怎麼樣去做訓練 那如果你剛開始做訓練的話 我會建議你將你每一次做訓練 不管做任何的肌群 你的訓練的頻率要比較高一點 假如說你的上半身可能一周訓練的話 至少要超到兩次 腿的話呢 一周超到兩次 那其他幾天 像是如果你今天 一個禮拜訓練五天 兩天上肢兩天下肢 那剩餘的一天呢 你就可以把他安排在 做一些你比較弱的地方 假如說你對於肩部的肌肉 或是手臂的肌肉 你沒有很滿意 那你可以特別拿那天單獨出來做訓練 那至於說更細微的 你每一次做重訓的時候 該做幾組 或是該做多久 基本上一個肌群 你可能挑三到五個動作式 你非常有把握 你可以抓很好的肌肉感瘦度 然後呢 專門去用那些那幾個動作 去突破你的力量 還有你的訓練量 那每一組的話呢 你可以差不多做個三到五組 你就可以換下一個動作 那當然一個人訓練下來 看你的年資到底在哪裡 如果你像我這樣子 可能訓練八九年的話 我不可能一個小時 就把我一整天一次訓練的 訓練項目都跑完 因為我做的重量 或是訓練量會比較大 中間會需要比較多的休息時間 所以看年資 如果你剛開始這種訓練的話 基本上一個小時到一個半小時 是非常足夠的 OK OK 讓我再回答我最後一個問題 你要不要做著 可以啊 你要問這個問題可以問 OK 那就是 在動線完之後 會不會遇到 按摩 按摩系列的部位 或是拉底 這樣子 然後就是 除了健身以外 就是 搭配上其他的主項運動 就是除了健身以外 但是 就是 有一個主要的運動 會不會對健身的幫助 這樣子 嗯 重訓完後拉筋 或是舒展這東西 這是非常重要 但是 嗯 我還 我必須老實說 我不是 我不是一個很會 重訓完做拉筋的人 所以 我接下來的時候呢 我會請一位 非常專業的人 然後來針對 怎麼樣重訓後拉筋 或是舒展 還有可以做些 什麼樣的動作 去釋放 你肌肉 可能重訓完後 造成的一些 肌肉痠痛 這些問題 我會請一個 比較專業的人 專門做這個講解 那 這個部分的話 可能 這個影片可能將來 可能兩個月 不兩個月 兩個禮拜內的時候 可能就會 分享給大家 這樣子 還有其他問題嗎 當然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 健身以外 如果自己有另外一個 主向的運動 會不會在健身 跟健身這樣搭配 會有 當勤這樣 如果你還有一個主向的運動 那 你想要需要靠健身 那你可能要 去了解說 你這個主向的運動 會比較 常用到些什麼樣的肌群 那你可以針對那些肌群 做加強的訓練 如果你是運動員的話 那我相信爆發力還有 肌耐力 對你來說可能會比較重要一點 那你可能可以針對這種的訓練 而去琢磨 但是因為我不是專業的運動員 所以這方面的資訊的話 畢竟我比較有限 我沒辦法給你一個 非常專業的回答 但是我會以這個出發點 而去做更多的收集資料 這樣子 OK 好 謝謝 不會不會 OK OK 拜拜 所以我們剛回了 他第一個問題是 可能很多人都會碰到 一開始做中訓的時候 該做多久 該做都要指主數次數 每個肌群 要做幾下 或是什麼樣的動作 這個問題的話 其實照我剛剛那樣講的方式 基本上你可以度過 那前面一兩年 你可以還是有很大的成長空間 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還有問什麼東西啊 我忘記了 沒關係 反正你看到影片 我們直接換下一個 因為現在還有電話嗎 有 來吧 有很多人的電話嗎 還是只有一兩個 三四個 三四個 沒關係 那我們今天就回三個問題到四個問題 因為每個人的問題 可能一次就問三四個 所以我們應該時間上面也是非常有限 現在多久 現在已經十分鐘了 來下一個 那你打你打 OK 0956 您所播的電話號碼是空號 0956嗎 等一下 小偉說 What the fuck 不是要打給我嗎 等一下喔 0波的電話是空號 欸為什麼 等一下 我真的不會用這個 Samsung的手機 096 每次打電話就讓我很興奮 你知道嗎 不知道為什麼 好 欸小偉你好 小偉你好 小偉你好 欸 你有什麼問題嗎 我這邊的話 我就是有把它條列出來 大概 就是 有問題說 跟我的問題的話 應該去 沒關係 你就 沒關係 如果你條列式分寸的話 那很好 但是 如果問題太長的話呢 可以盡量把它縮短 比較 講一些比較重點式的 好 來 我的訓練時間大約都是兩個小時 有 那 其實前些陣子有提到 有一些 從不太清楚的 還有一些訓練的 他們會說 可能訓練太久 超過三個 聽不太到 可能 超過他的訓練這樣好 你會一下 消耗 所以說 你說 不好意思 因為我這邊聽不太清楚你聲音 但是你是說 你現在訓練的時間是兩個小時 但是你 但是你很容易超過三個小時 是這樣子嗎 不是 是 就是我訓練時間大約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 聽人家說 可能訓練太久 會 消耗肌肉 那這方面的問題的話 那我哥的觀念上是 對這方面有什麼間接的嗎 我覺得 就像是我之前 我上一個問題回答到 看你的年資 現在是在哪裡 如果你一開始訓練的話 那當然 你可能不需要訓練到兩個小時 因為 你的訓練量就不會那麼大 但是如果像我現在訓練 我一次可能今天練腿的話 我把所有的項目做完 兩個小時到兩個半小時 是絕對會 一定是超過兩個小時的 那 至於會消耗肌肉嗎 我覺得完全不會 至少對我來說 完全沒有這方面的問題 如果我今天 如果我今天飲食正常 即使我今天在牽涉性斷食 那我可能在 我可能在中間 中間的時候呢 可能一個半小時 到兩個小時左右的時候 我可能會補充BCAA 但是 也只有在那種極端的情況下 空腹訓練 極端的情況下 我才會擔心會不會有肌肉流失 但如果你今天有正常的飲食 你在充訓前就有吃東西 我完全不需要擔心這些東西 OK 那這樣的話 下一個問題是 就是我其實近期會喝那個 人量的飲料 是說會紅色的那些飲料 那我覺得 喝這個的話 其實對訓練上的體力來說 真的還蠻有幫助 因為發變的 那就是長遠來說 這個的話 對身體的影響 是否會有影響 如果你今天 你意思是說 你喝RedBall 紅牛 你會 對你的 對你重訓上面 有很大的幫助 對吧 那你要看裡面的成分是什麼 大部分的話 如果你今天是喝無糖的RedBall 基本上裡面就是 摻雜很多 像是Caffeine這種東西 但是Caffeine 它裡面的摻雜 也不會多到 像是許多外面市面上 買得到的Pre-Workout 這種訓練前喝的東西 那這些訓練前喝的東西 它也會摻雜一些其他的 不只是 不只是Caffeine 那Caffeine 其實其中一個元素在裡面 你身體會對Caffeine造成 會有這種 怎麼講 你會有Tolerance Tolerance是什麼 你會開始 你對於Caffeine 你對於Caffeine的反應 身體的反應 會漸漸的鈍化 你就不會 你可能長期喝的話 你漸漸對這個RedBall 就沒有任何反應了 像是我前一陣子有常喝 但是漸漸的 我就覺得說 RedBall喝起來 對我來說只是種飲料而已 完全沒有讓我有那種提神的感覺 所以像是Caffeine這種東西 可能要做循環 你不能一直服用 你一直服用的話 你身體一頓的話 對這東西完全沒有效益 對 你就會習慣 沒錯 對 OK了解 那就是下個問題的話是 因為目前是學生 因為乳氣 它有分分離師 跟一般的濃縮乳氣 分離師 還有一般乳氣 對 那我是有想說 假設分離師跟濃縮乳氣 合在一起喝的話 這樣子 就是會不會對 身體的吸收方面 會來有所提供的影響 分離師的乳氣和濃縮乳氣 你想要了解說 如果你把它加在一起的話 你把它加在一起服用 對身體的影響是什麼 或是它的吸收力 會不會有任何影響 對不對 對對對 我跟你講完全不需要擔心 那個東西 完全不需要 因為乳氣 它就只是一個 你就把它當成是一個 蛋白質的來源 你即使喝分離師的乳氣 即使喝這種isolate 它對於身體吸收力 是非常快沒有錯 但是 以聚觀的角度來說 你就只是要擔心 你一整天的蛋白質 有沒有補充足夠 這樣就好了 我覺得很多人 太注重在這些細節的東西 這些細節的東西 是不是說它完全不是這樣子 就是說 像是說 你可能訓練後 前面的45分鐘到一個小時 一個半小時 是吸收力比較快的 是沒有錯 但是如果你拉遠一點看 聚觀來看的話 其實你一整天的吸收力 都是差不多的 那可能訓練後的時候 稍微會提升一點 但也只有那樣子而已 但如果你今天一整天 蛋白質都補充不足的話 你也不用 你根本就不用去在意說 你要不要訓練後 馬上補充乳氣 因為即使你馬上補充乳氣 你一整天的訓練 一整天的蛋白質還是不足夠 所以 不要花這些時間 在這種細節的東西 就是 乖乖的吃你的每天的熱量 補充你每天需要的營養素 紮實的做重訓 這樣就好了 好 請問 好 請問 其實 我是自己每天排一個台南 那 其實 就是 關於 就是以貝來說 那貝的話 我會做 雅零滑船和 降零滑船 那我一直 我的意思是想問說 就是 像那種同樣性質的動作 就是類似 像這個就跟 降零握吹 還有雅零握吹 之類似 那假設 我是每組 我跟零握吹 跟雅零握吹 其實他們兩個的重量 他們的動作的流程 動作的行程 都是差不多的 那槓零的話呢 其實你可以操作的重量 會遠遠超過雅零 這你應該已經很明顯的 可以感覺到 所以說 我會建議你 如果你今天是要訓練 你的臥推的力量的話 整體的上肢的 推的這種力量的話 我可以 我建議你可以直接用槓零的方式 去做力量的訓練 那把雅零留在 做雞肥大的時候呢 做訓練 那至於說這兩種動作 都是非常相似的 那我怎麼樣選擇 我會建議你選一個你最適合的動作 有些人抓不太到槓零握推的技巧 但是他對雅零的握推 他就是抓的感受度非常高 那你就選一個你喜歡的動作 然後去做操作 一個動作 如果你做五到六組 而且又是這種同樣的性質的動作 我覺得不必要花那麼多時間 做同樣的動作 你可能雅零握推 你今天雅零握推平板 然後你可能再做一個上斜的槓零握推 那這樣子 每個動作做個五組 我覺得這樣子OK 但是同樣性質做五組 我覺得是沒有必要的 你可以把時間留在一些不同的動作 用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方式去刺激同樣的肌群 OK那就是 意思總結就是 槓零握推可以做 阿雅零握推也可以做 當然都可以做 可以稍微解釋到 當然都可以做 對 你兩個都可以做 兩個都需要做 但是不需要兩個都做那麼多主述 OK 那那個 就是 雅零握槍跟槓零握船也是相同的 一樣的道理 就是跟剛剛上術的 是的 一樣的道理 OK好 謝謝透哥 不會不會 謝謝你 拜拜 OK 下一位 我本來就是好趕喔 我不喜歡這種感覺 下次我們應該要找一個 比較沒有 沒有壓力的情況下做這些事情 這不是你安排的嗎 蛤 不是我要開的 是我要開的 沒有錯阿 我覺得我們現在 對沒錯 是我的 是我的決定 來下一個 0930 0930 因為我很擔心就是 剛剛收音第一個 收音不好 然後電話站一直在吹 你知道嗎 然後 然後他剛剛問題 比較長一點 然後剛剛 剛剛背景聲音太 太重 所以 對阿 所以我一直想要抓他的重點 然後直接講出來 這樣的話 大家就聽得到他在講什麼 這邊聽得到嗎 聽得到 欸嗨 嗨 嗨 我不知道已經打通了 嗨你好 請問怎麼稱呼你 呃 可以叫我 美根 美根 嗨 美根妳好 嗯 我想請問你就是 因為我是大學生 嗨 嗯 對 然後就是平常 就是宿舍沒辦法開火 所以我蛋白質的人 就是靠去蛋白質 所以一天喝到的量非常多 那請問就是過冬天去蛋白質 出蛋白質的話 會不會就是對身體會比較不好的影響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沒有錯 因為我之前在當病的時候 我也想過這個問題 其實如果你每一天蛋白質來源 都是大量從乳氫來的話 當然它的吸收力快 但是它同時不會存在你的身體太久 所以說其實你不會得到 像是真正食物的這種 這種飽足感 那至於說 對於身體會不會有什麼影響 我倒是覺得不會有什麼負面的影響 但是會 確實會讓你就是 感覺好像才剛喝完東西 剛吃完蛋白質 但是就肚子空空的感覺 對 對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如果大學生的話 或是說你今天是外食主的話 你可能要 比較有 比較有創意一點 去怎麼樣去想像 怎麼樣去想辦法 生出一些蛋白質的來源 而不是從 完全流質的食物來 那 在其實在外面的話 台灣還是可以有辦法找到 像是一些外食的 外食的蛋白質來源 可能雞胸肉 雞腿肉 這東西都是非常 應該是可以 比較好得到的東西 我建議你可以嘗試這個方向 好 那 就是請問你啊 因為我現在在剪輯 所以我就是 因為體重大概六次左右 然後 我大概 提重大概 2.4到2.5左右的蛋白質 然後 可是 因為我的 女生肌體質 比較偏高 然後 就是 要用 除去體脂肪的 那個瘦的體重去 乘以2.5 還是要 總體重乘以2.5 會比較好 你現在要減脂 然後你現在的問題是說 你不知道蛋白質要吃多少 是不是 就是 我一直都是要吃 我就是現在 的體重的2.5倍 還是除去體脂肪重量的2.5倍 這個看你的體脂肪 體脂肪率是在多少 如果你今天沒有過胖的話呢 假如說女生 你可能體脂肪沒有超過 我記得是多少 如果你體脂肪 我 我忘記這個數字是多少 但是 如果你今天是在正常 你脂肪大概20%左右 你說20%嗎 嗯 那你可以直接用你的體重去算 沒有關係 哦 知道 好好好 嗯 那就是 還好就是 我就是 在點子騎的時候 要怎麼就是 因為在點子騎的時候 我怕我的肌肉量會掉嘛 所以我還是會盡量去 就是 我改靠它會做 因為不會做一次大動量 比較 無法曖昧的訓練 對 然後就是 我就是現在握推就是 就是 卡關 直接沒辦法突破 對對對 因為我已經剪輯大概 大概三個月了 嗯哼 對對對 就是握推就是 有點沒辦法 這很正常啊 這很正常啊 這個很正常 你在減止的時候 很多重量沒辦法突破 這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事情 所以說 你在減止的時候呢 你的重訓的目標就是 要想盡辦法 保持 然後盡量去突破 但如果沒辦法突破 也沒有關係 不需要給自己壓力 因為 你現在在減止 你熱量攝取本來就不多 你不能突破 本來就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另外一點 我覺得可以幫助你 就是說 你現在已經減止三個月了 那你三個月 你現在可能體脂20 對不對 那你有在做有氧嗎 對 我是 這一個月在開始在做有氧 好 我覺得你可以開始 每一週 逐週的增加你的有氧訓練 因為你減三個 因為很多人在減止初期的時候 都沒有在做有氧 甚至 第一次減止都不知道要做有氧 因為有氧很重要 可以在你很短的時間內 降低你的脂肪 然後再繼續做維持做增肌 所以 你最長的時間在做減止 你就越少的時間去突破你的重量 越少的時間去做增肌 好 下一個問題 好 我沒有問題了 沒有問題了 好 加油 好 謝謝 阿做有氧喔 謝謝 好 掰掰 好 掰掰 好 再來 最後一個問題 最後一通 最後一通 對 最後一通 0956 給他看看 打錯了 最後一個問題 然後我覺得剛剛他的問題也問得很好 一開始的時候 你做重訓 你減止一定要做有氧 不說一定要 但是他會幫助你減止速度 絕對會 喂 喂 你好 我是Tao 嗨 嗨 怎麼稱呼你 叫我四晚 四晚 四伟 四伟 你好 我想問你 我有幾個問題 好 請問 因為我在IG上面 有問題說 是我就是 剛接觸沒有多久 剛接觸沒有多久 對 然後我就是 我就問你說 我最近開始是 那個 就是水煮的 這樣子 開始水煮 然後呢 對 然後我 目前是3 然後 很高是7 然後體重是67 然後那時候你是回覆我 說 就是 要登記 然後 先不用資金 然後 我現在想問的問題 就是說 我現在的理解 就是說 如果是蒸雞 來講話 就不是一件事 真的來講話 我應該要就是 什麼樣子會 要吃 你現在想要蒸雞 然後 你不知道要怎麼樣吃 是不是這樣子 然後你之前在吃水煮 是這樣嗎 對 我一開始 對 我一開始 一開始吃水煮 然後你現在想要蒸雞 但不知道要吃什麼樣的食物 對 蒸雞 你在蒸雞的時候 你吃的食物選擇 非常非常多 因為你的熱量可以攝取的很多 所以說 你吃的食物就是正常的食物啊 就是我們人在吃的食物 只是說 因為你今天想要增加雞肉量 所以說你得補充一些養分上面 像是蛋白質相對的 就會比其他人還要來的高 但是你一般來吃的食物 都是正常人會吃的食物 你可能在外面吃的時候 假如說你在外面吃自助餐 一個人他的份量可能就是 一根雞腿而已 但是你可能要吃個兩到三根雞腿 你那一餐的蛋白質量才會足夠 那至於吃水煮的話 完全沒有這個必要 我真的不知道這水煮餐是哪裡來的 水煮餐不代表會讓你瘦 它只是沒有味道 沒有任何其他的加料進去 它就是完全乾澀的東西在裡面 還有可能一些 就是營養素而已 但是如果你今天加一些調味 或是加一些其他的東西 處理過後 它只是更多豐富的營養素如此而已 而且更好吃 只要你把那個量控制在 你可以攝取的下面 就不會 就不需要吃到水煮 那所以如果我 我可以說就是 我吃水煮料理 然後 來蒸魚嗎 水煮料理然後呢 然後來蒸魚的話 你可以扯 可以啊 如果你今天喜歡吃水煮 那當然是 你當然可以吃水煮啊 那你蒸雞或是減脂 那你蒸雞或是減脂 蒸雞或是減脂 這是完全是用熱量來控制的 不管你今天吃什麼樣的食物 當然你在控制熱量的時候 你要看到營養素裡面 你是不是吃了足夠蛋白質 所以不是吃水煮餐會讓你瘦 也不是吃水煮餐會讓你增加肌肉 是看你的蛋白質的攝取量 是如果在蒸雞的時候 你必須蛋白質 你必須要看你的熱量攝取 是不是高於你維持體重的熱量 這樣子你才能做增加肌肉或增重 那減脂的話也是一樣 你要看你的熱量攝取是不是有 少於你每天可以維持體重的熱量 了解 主要是看熱量和營養素 不是看你吃什麼樣的餐 了解了解 那我覺得一個問題我想問的是說 嗯請問 很好 如果你現在在吃高蛋白 然後你想要做蒸雞 你適不適合吃高熱量的高蛋白 對不對 對 高熱量的高蛋白裡面的成分 如果你仔細看它的營養標籤 其實它就是摻雜很多糖分 碳水很多脂肪 還有很多蛋白質 然後在一杯沖泡式的飲料裡面 所以這是高蛋白 這是高蛋白 那我會建議 如果不用高蛋白 如果可以盡量不要用高蛋白 就不要用高蛋白 以正常的食物來代替你的養分來源 因為正常的食物來源 它的蛋白質的元素會更完整 OK 而且養分上面看其他一些細微的 這些維生素 或是什麼 Vitamins 或是一些其他的養分 細微的養分 我們叫做Micros 這個會更完整 不會像是你在乳腥裡面 得到了那麼少的東西而已 而且吃食物的話 它的效益 它的對於整體的飽足感 會比牛脂的還要來得好 而且很多人不太能夠接受高熱量的高蛋白 你可能一次喝高熱量的高蛋白 一次喝個四五匙 你的腸胃很不能吸收 它就讓你拉肚子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試過 但是很多人的經驗 包括我自己在內 每次喝完高熱量的高蛋白 我就開始拉肚子 是真的這樣 好 了解 那我想再問就是 嗯 因為我之前大概兩三個時間 然後我都自己去 那我去做行星練習 然後 就是我 我目前我都是比較躲在一件 熊熊的部分 就是練 上面的大體驗 那 因為我完全就是沒有去 做就是可能 深蹲啊 或是一些動作 那如果說 要做這些動作的話 就是 你需要去找教練 或是 因為我不知道那個動作 他會掉不了手 如果你 你現在開始做自己做訓練 然後你在一般的運動中心 那你對於 像是臥推 深蹲硬舉 這種比較大群群的重量 你不太有 比較大群群的項目 你不太有把握 是不是做得正確 那我會建議你 你除了可以在網路上面 多看一些健身教學的影片以外呢 你也可以找一些實體的教練 或是現場 你覺得 或是看起來比較會練的人 你可以請教他們 可能多聽多看 不要只問一個人 如果兩三個人問的東西 然後給你的答案 都是一樣的話 那就做那樣的事情 基本上 你只要做任何的這種大群群動作 夾肩 讓你的腰桿 讓你的腰桿挺直 挺胸 基本上 這樣子做到這幾項的話 你是不會受傷的 基本上是不會受傷的 那接下來的話 就是要怎麼樣去修正 你這些項目的動作 那可能就要找一個實體的 會比較適合你 了解 那最後一個就是 因為我剛才還一直進去的直播 然後我想問 你現在戴的那個帽子 現在只有白色對不對 對 現在只有白色 但是將來 這個帽子將來 因為這是我們新的版型 那將來的時候呢 我們可能會做一些其他的顏色 好 謝謝你 不會不會 好 謝謝你 拜拜 拜拜 好了 這樣子三十一分鐘 我發覺我們剛剛 很多人打電話來的時候 都是在7-11 或是在H&M家 一直進到便利商店的聲音 可能這個時間12點 可能都是一些大學生啊 要不然就是 上班族 然後剛好出門 剛好出來那什麼 午休 午餐之類的 OK 所以剛剛那些回答的問題 主要都是針對 像是外食啊 或是說 怎麼樣補充一些熱量來源 如果你可以參考一些我剛剛講的東西的話呢 這些東西其實都是很多人會犯 包括我自己以前 也是有這種迷思 在蒸雞的時候 就是要喝高熱量的高蛋白 那 漸漸的我發覺 其實高蛋白這東西 不會比食物還要來的好 甚至應該是要把食物放低 然後再用其他補充品去補充 你食物沒辦法補充到的養分 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這些剛剛的回覆呢 供你參考 如果希望可以幫助到你啦 那如果你喜歡這影片的話呢 記得 下一周的時候 應該是在同一個時間 但是如果你不確定 我不確定啦 但是你可以follow我的IG 然後呢 我會在上面的時候公布下一次 就是下周 我們Instagram Live Q&A的時間是什麼時候 Alright Thank you guys for watching I'll see you guys later Peace